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王室之死》 它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乔纳森·斯宾赛 中文名叫石景谦 在美国,石景谦与哈佛大学的孔非利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菲德被称为汉学三杰 石景谦主要研究的是明清两朝以及当代中国的历史 今天讲的这本《王室之死》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书名中的王室是明末清初 生活在山东檀城县的一个普通妇人 她和丈夫任某穷得叮当响 和公共的关系也不好 1671年的一天 不堪忍受的王室跟人私奔了 不幸的是,还在私奔的路上 王室就被情人所抛弃 他不得不回到丈夫任某的身边 两人又一起生活了几个月 在1672年1月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王室与丈夫发生了口诀 当晚,丈夫趁王室熟睡 将其掐死,抛尸在了雪地中 石景谦在图书馆里 偶然发现了这个不起眼的小事件 以此为切入点写成了一整本书 本书一共六章 只有最后两章才涉及到王室之死 石景谦在本书的前言里说 他关注的焦点是当地的非知识精英阶层 也就是当地的农夫、农场工人和他们的妻子 他从小人物的故事说起 为我们立体地展现了明末清初时 山东农村的社会生态 下面就让我们跟着石景谦的笔触 先了解一下历史上的谭成县 谭成县位于现在山东的最南边 属于林仪式馆下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 这个地方可谓是一穷二白 贫穷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自然条件差 谭成是一个农业县 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和高粱 但当地大部分的土地都在山区 地势崎岖不利于耕种 而且各种自然灾害也非常多 在中国一般的地方质中 记载的所谓灾疫和祥瑞 也就是天灾和对人有益的自然现象的数量 大体相当 但谭成的地方质力 十件事里有九件都和灾疫有关 在本书一开始 石景谦就描写了一场大地震 1668年7月25日 也就是清朝康熙七年 一场8.5级的大地震 袭击了谭成 造成了大约5万人死亡 地震当晚 谭成的地面出现了巨大的裂缝 从道路和房屋下面穿过 地下水喷射出巨大的水柱 至少得有五六米 有一户人家的房子被震成两半 储藏室掉进了裂缝里 因为地震发生在晚上 这家人基本都已在起居室里休息 所以侥幸逃过一劫 但大部分人就没那么好运了 另一户人家一共29口人 只有三个人活了下来 地震结束后 倒塌的残垣断壁 堆积在大地塌陷的地方 看上去就像一组组巨大的台阶 除此之外 仅仅在1649到1659年的十年间 也就是清朝顺治年间 谭成县就发生洪水五次 大量的河水倒灌到田野里 县官只好坐船到县城去 而在1640年清明前夕的一次 蝗灾过后 谭成县庄稼绝收 大饥荒来临 父子兄弟夫妻之间 频频上演人吃人的惨剧 即使是最亲近的朋友 也不再敢一起出去 生怕让对方杀了吃掉 这就是导致谭成县贫穷的 第一个原因 因为自然条件太差 这里时常遭遇大灾 有的年份甚至颗粒无收 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个原因 赋税则让当地人的经济状况 雪上加霜 谭成老百姓头上的赋税 可谓多如牛毛 首先就是土地税和人头税 土地税是以土地的面积 价格收益等为标准收的税 人头税则是以成年男子的数目 为标准收的税 这是当时最主要的固定税收 也是各地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因为太穷 谭成的农民无力一次缴清所有的税 因此当地政府允许农民们 分九个月缴纳 即便如此到了清朝康熙九年 也就是1670年时 谭成也已经连续13年拖欠税款了 此外 谭成县的士林男子还要付摇役 如果不想去也得多交钱 土地税人头税这些 还算是常规赋税 谭成的地理位置 让当地百姓还要承担一些特殊的赋税 比如谭成当时处于通往浙江 福建等南方地区的必经之路上 是运送军需物资 传递重要信息的关键枢纽 当地要负责许多与此有关的特殊服务 比如维护道路 保障运输 照顾过境的大小官员及其随从 由此所产生的费用 最后也得由老百姓来出 那这笔钱大概有多少呢 根据当时的登记资料 谭成当地一年所收的土地税加人头税 合计大概是一万四千两银子 而政府每年为上述特殊服务 至少要付三千三百两银子 占到常规税收的将近四分之一 此外 当小贩 开当铺 房产交易 食盐买卖等 都要交税 而因为白银是用贵金属做的 容易保值 所以从明朝开始 政府就规定要用白银交税 老百姓就得把手里的铜钱 转换成法定纯度的白银 在这个过程中 又要交所谓的火耗费 这笔钱主要用来弥补 高温溶住白银过程中 所产生的损耗 还有的税负 则以食物的形式体现 比如人们得无偿地把自己的一些东西 交给官府 作为贡品献给皇帝 这等于变相地多交了一笔钱 要缴的付税这么多 对纳税人和收税人来说 都是沉重的负担 可是一些有权有势的地主 士绅在上面有关系 就可以拖欠税款 官府也不敢催 这些地主士绅还和一些农民建立包揽关系 也就是说 农民把土地转到这些有关系的地主士绅名下 自己就可以少交税 或者免出一些谣役 作为回报 农民就给这些地主士绅跑腿办事 相比少交的税 这种付出还是核算的 久而久之 谭城县有一半的农民 都和地主建立起了这种包揽关系 找不到这种关系的人就逃走了 留下来的人需要交更多的税 往往达到规定数额的十倍 甚至二十倍 曾经有人告发了包揽这种不法行为 并找到了证人 结果当时地主派人威胁证人 还把告发者的腿打断 案子最终也就不了了之 谭城当地的支县也想过 向商人多收税 好减轻农民的负担 可最后的效果并不理想 因为商人流动性大 收起税来很麻烦 而且这些人在上面也都有关系 一个小小的支县 根本摆不平他们 导致谭城县贫穷的第三个原因 是战乱和土匪清洗不断 明末清初的时候 谭城战乱频频发生 书中描述的第一场大战乱 是1622年的白连教起义 这一年白连教信徒们在山东造反 教主说可以带大家去一个不愁吃穿 拥有无数金银财宝的美好世界 许多民众难以忍受现实生活的痛苦 相信了这套说法 就跟着一起造反 结果大多数教徒都死于非命 还有大量无辜者也死于这场起义 包括许多谭城的百姓 更厉害的角色是清军 他们是正规军 所以也更凶悍 1643年 一支清军奔袭到谭城一带劫掠 很快占领了县城 他们在当地杀了几万人 街道上到处都是尸体 如果不踩在尸体上 就根本没办法走路 不过 清军这时还没正式入关 后来在1644年 清军再度南下征服 饱受灾害与战乱蹂躏的谭城人 已经毫无还手之力了 以至于正史上 都没有怎么描述当地人 对于清军入侵的反应 只是说 他们在一位举人的带领下 从城墙后走出来 向清军投降 在谭城 土匪的清袭 也是家常便饭 1641年4月 一股几千人的土匪 袭击了谭城 虽然许多人都躲在家里 但还是被土匪砍死或烧死 幸好在一个老兵的领导下 当地人迅速组织起来 对抗土匪 保住了县城 在郊区劫掠了一番之后 土匪总算是走了 同样的情节 在后来又多次上演 许多人因此而惨死 侥幸活下来的人 想找到死去的亲人 把他们入土为安 却连这也办不到 因为在成堆的死尸里 根本认不出自己的亲人 只能通过身上的衣服 粗略地判断一下 或者干脆就把尸体 集体埋掉拉倒 在这样的环境下 当地人口锐减 在1620年前后 谭城的人口超过20万 可到了1670年前后 却只有大概6万 我们的主人公王氏 和他的丈夫任某 虽然活了下来 但日子真的不好过 他们住在谭城县西南 约20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 王氏家的房子的墙 是用夯土 泥砖 高粱杆之类的材料糊的 柱子是用几根 弯弯扭扭的树枝做的 房顶只盖着一层 薄薄的草和芦苇 根本不能遮风避雨 家里只有一个房间 里面有饭锅 一盏灯 一床编织的睡席 和一个稻草床垫 一家人唯一的经济来源 就是任某在别人的地里 做拥工的酬劳 这样一种一穷二白 朝不保夕的生活 导致当地的社会风气 崇尚暴力 因为要想活下去 就得狠得下心 去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 书里就写了这样一个 真实的故事 有一对姓王的父子 是有钱的地主 仅仅因为邻居的猪 跑进了自己家的地里 他们就把邻居家父子 四人杀死 石景谦写道 王家父子在杀死邻居时 毫不犹豫 出手狠毒 直接刺穿别人的心口 或砍向别人的脖子 一击致命 然后他们还带人武力拒捕 毫不胆怯地把长毛 刺向一名军官的胸部 吓得官兵不敢再往前冲 最后官府费了好大力气 才把王家父子捉拿归案 根据当时的法律 王家的财产 应该被判给死者的家属 作为赔偿 可是 因为王家实在太凶狠 官府不敢去查封王家的财产 死者家属最终 落得个人财两空的悲惨结局 为了强调当地人对暴力如何习以为常 石景谦还借助了辽斋志义里催猛的故事 辽斋志义的作者蒲松林 也是生活在明末清初那段时间 和本书所描述的时代类似 并且蒲松林一生大部分时间 都生活在与坛城接壤的资川县 两个地方的社会环境大致相同 所以石景谦认为 辽斋志义足以反映出 坛城当时的社会氛围 与民众的普遍心态 崔猛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主人公崔猛 是官宦世家子弟 性格火爆 信奉暴力 上学时 如果有同学稍微冒犯他 他便立刻用拳头说话 所以老师就给他起名 叫崔猛 崔猛喜欢打抱不平 遇到坏人就立刻大打出手 邻居的妻子虐待婆婆 崔猛就把他的耳朵 鼻子舌头割下来 邻居的妻子很快就死了 一个叫李深的人 妻子被当地一个大户霸占 自己还挨了一顿暴打 崔猛就去杀死了这个大户 还把他开膛破肚 后来崔猛因为主动自首 被流放云南 流放结束后 他和李深成了好朋友 清朝建立后 两人一起打抱不平 他们捣毁了一个土匪的巢穴 把俘虏的二十多个土匪的鼻子割掉 他们还组建了自卫武装 变得远近闻名 大家都来投奔 石景谦指出 王家父子的故事 很可能就是崔猛故事的现实原型 这两个故事说明 无论是在小说还是现实中 当时的谈诚都是靠拳头硬来求生存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 像王室这样的女性 生存空间更是狭窄 一方面 他们除了接生婆等少数工作 没有赚钱的途径 经济上没法独立 另一方面 他们在道德上 也被要求做个贞洁烈女 要无条件地忠于自己的丈夫 哪怕为此牺牲生命 石景谦在这里 又引了一个聊斋里的故事 叫云翠仙 主人公云翠仙 是个年轻貌美的女子 有一次他和妈妈去庙里进乡 被一个叫梁有才的男人看中了 梁有才很会献殷勤 讨好了云翠仙的妈妈 娶到了云翠仙 但梁有才是个整天喝酒赌钱 一贫如喜的无赖 婚后是靠着云翠仙娘家的接济 才过上了温饱的生活 可他依旧整天和一帮无赖 喝酒赌钱 钱输光了 就偷云翠仙的首饰当赌本 最后 他在独友们的怂恿下 准备托人把云翠仙卖到妓院去 拿卖来的钱继续赌 这让云翠仙愤怒不已 在故事的最后 云翠仙揭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原来他是修炼千年的狐仙 本想到人间找个好丈夫 过过安稳日子 谁知遇到了个无赖 在痛骂了梁有才的无情无义之后 云翠仙乘风而去 如果去掉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结尾 这个故事中的情节 完全是当时妇女处境的真实写照 他们在婚姻问题上完全不能自主 即使丈夫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也没有权利选择新的生活 石景谦在书里写道 那些没有魔法和金钱 坐靠山的谈诚女性 该怎么办呢 但即便手握家产 女性对自己的命运 也没有自主权 书里讲了一个姓彭的妇人 她的丈夫去世了 给她留了一点钱 一块地 一间房子和一头牛 彭氏忠实地履行着寡妇的义务 让儿子陈莲去读书 希望有朝一日能把陈莲培养成人 继承父亲的香火 可是陈莲却被自己的堂兄弟 陈国相杀死了 因为当时的法律规定 如果一个妇人的丈夫和儿子都死了 可以由族长从本族中 确定合适的人选 过计给这个妇人来继承家业 在陈家 如果陈莲死了 最有资格继承他家业的 就是陈国相和他的两个兄弟了 问题就在于 如何杀死陈莲 又让自己不被判处死刑呢 这时陈国相又注意到 当时的一条法律 儿子如果为了给父母报仇而杀人 不算犯罪 于是陈国相就编了个故事 说自己的爸爸为陈莲的爸爸所杀 作为一个孝子 当然得给爸爸报仇 可杀人凶手已经死了 没办法 那就按照负债子还的原则 找凶手的儿子报仇 于是陈国相拿着一根大木棒 光天化日之下 把陈莲拖进庙里活活打死 事发后 他还大摇大摆地去自首 不过他没有把法律规定吃透 因为这条规定的原意 是说如果子女立刻去报仇 则不予处罚 而陈国相所谓的报仇行为 已经是在他父亲死了 27年之后才发生的 而且法律也不允许负债子偿 所以陈国相最后还是被判处死刑 可对于彭氏来说 他的亲儿子已经死了 组长为他选择了陈氏知房中的一员 成为了他的继子 他终究还是要看着家业 归外人所有 在整个过程中 不管是法律习俗 还是夫家的宗族 没有站在彭氏这一边 他仅仅因为自己的性别 就失去了丈夫财产的继承权 不得不终生仰赖夫家宗族的鼻息 听到这里 我们也了解了王氏之死发生时的社会背景 当地极度贫穷 暴力横行 女性的处境尤为艰难 毫无自主权 说回王氏 即便他对婚后生活不满意 除非丈夫把他严重打伤或者打残 或是被丈夫强迫和别人发生性关系 他都不能自由地离开丈夫 私奔出逃后 王氏已经触犯了法律 若被抓到 至少要打九十大板 更惨的是在路上 他就被情人抛弃了 他没有孩子 自己似乎也是个孤儿 没有亲戚住在附近 可以去投靠 所以他尽管很害怕 依旧只能选择回家 因为他没有独立生活的基础 书里没有写任某 为什么又重新接纳了妻子 但两人又继续一起生活了几个月 到了1672年1月的一天 外面下着雪 两人因为琐事发生口诀 任某带王氏睡着 把王氏掐死在床上 杀完了人 任某抱着王氏的尸体 穿过森林 打算丢在邻居高某的门口 任某之前和高某发生过口诀 他打算污蔑高某和王氏 有奸情嫁祸高某 但途中他惊动了一只狗 和一个羹夫 就把王氏的尸体 丢在了雪地里 第二天 尸体被人发现 很快 官府就锁定了任某 为嫌疑人 任某也招了贡 根据常理判断 任某杀人在先 栽赃在后 无论如何都应该判处死刑 可是县官认为 王氏被判在先 任某杀死他 属于情有可原 而且任某是独生子 自己又没有孩子 如果他被处死了 那他们家的香火就断了 因此 县官没有判处任某死刑 而是下令痛打了任某 并判他批家带锁 在当时 身批枷锁是一种巨大的耻辱 县官觉得这已经算是 对于任某杀害王氏的 一种惩罚 而如果任某因为被打得太重 在带着枷锁时死去 那就算他杀人偿命了 如果他命大 那就可以继续找 其他女性结婚 延续自己家的香火 最后 县官拨出了十两银子 给王氏贝勒夫好的棺材 把它葬在了他家附近 以安抚王氏的冤魂 到这里 王氏之死的主要内容 就说完了 这是一部带有小说风格的 历史叙述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 石景谦主要用了三种材料 第一种材料叫 谭城县制 他是一个叫冯可参的人主编的 冯可参曾任谭城之县 县制属于官方的材料 记录了当地的基本信息 如地理位置 土地 赋税制度等等 也记录了当地发生过的灾难等大事件 他真实地反映了谭城当地百姓 困苦的生活 第二种材料是福慧全书 这本书的作者叫黄六红 也担任过谭城之县 福慧全书是他私人的笔记或者回忆录 他写这本书的目的 是通过自己的现身说法 告诉大家怎样才能不丢官 所以黄六红在书中介绍了许多影响恶劣 处理起来也很棘手的案件 作为示范案例 这些案件都很具有典型性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比如王室之死的故事 和杀死邻居 并武力拒捕的王家父子的故事 就都记载在这本书里 前面两种材料 是史学家通常会参考的史料 史景谦在本书中采用的第三种材料 就是聊斋制义 这是王室之死 有别于传统史学著作之处 也是他为人诟病的地方 由于聊斋制义的内容是虚构的 有人批评王室之死不够严谨 违背了历史学著作的基本规范 此外 史景谦在书中就是简单地讲故事 体现不出研究的深度 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家汪荣祖 就觉得 史景谦的作品 虽多引人入胜的故事 却少见扎实的历史知识 甚至还有人觉得 从根本上说 史景谦的作品是小说 而非历史学著作 著名学者 《小说围城》的作者钱中书 就曾将史景谦 评价为失败的小说家 但史景谦其实一直坚守一个史学家最基本的原则 坚持用史料说话 他作品中有大量的注视 标注其所使用材料的出处 然而任何材料都无法记录全部的历史事实 对于那些史料中的空白部分 史景谦认为 可以用合理的想象和小说式的叙述来填补 小说作为虚构的文学也代表了一种见解 他的意思是说 小说的创作往往是基于现实的体验 能反映出创作者所感受到的具体的时代氛围与环境 对此梁启超也有类似的看法 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表示 小说的创作无法脱离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 因此也就在不知不觉中 将某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反映了出来 史景谦还举了中国古代的史学家的例子 他说这些史学家会在著作里 为主要人物创造对话 即便这些对话当时没有被听到 或者留下记录 对于这些史学家来说 他们所创造的对话是一种工具 一种手法 目的是强化历史人物间的互动 使读者能够深入人物思想 这种另辟蹊径的写法 是史景谦作品的独特之处 也为普通西方读者 打开了认识中国历史的一道大门 对于一般的西方读者来说 想要了解中国 也有不少学术书可以读 但是这些书往往太过深奥难懂 光是那些陌生的地名 人名和事件 就让人看着头大 史景谦却以优美流畅的文笔 把读者拉进具体的历史情境中 也让历史中的人物 变得生动而亲切 这是值得肯定的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家范就说 这本书让人们知道 历史书既然能这样写 能写成这等模样 对像以拘谨自得的现代中国历史书写方式 是极有鞭策意义的善意警示 好了 《王室之死》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